让更多的人了解雕教文化 从欧洲各种语言的道友们来到德国 认识一下我们武当文化 了解一下武当雕教文化 武当功夫 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一步一步 把武当派的传统穿下去 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这个玉镇观 这个道馆 武当道友 为什么我们选这个地方 说的简单的 这个地方不是我们选的 这个地方选我们的 第一次过来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 外面那个地也很大 房子也够大 然后后面那个水 也从后面溜过来 旁边有一条河 这个水也很干净 然后我们第一个星期 差不多每一天20个小时 在这装修 因为我要尽快把这个厕所弄好 把这个墙 刷漆 贴枪子 装修 电路 灯 以前什么都没有 都是我们自己干的 不会都要学 我也不会装修 但是一边装修一边学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 我们道士们都是这样子 世界上所有的道馆 每一个道士都要干活 不会都要学 一步一步就是把这个道馆也捡起来 现在我们这个祖师建 天天送经 我们的这个讲堂 天天有人过来 问道 我的学生经常过来 我们的院子 现在有茶树 我们这两天也种了一下茶树 从南无荡山带过来的茶树 我们也在这种 种茶 我们外面也自己种菜 能自己种的菜 还是比较好 健康 我们这边就是 很多人过来就觉得 哎呀 你这个地方 就是跟中国一样 一模一样的 你们还自己种菜啊 自己种茶呀 这个真的是了不起 我说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就这么生活啊 能自己做的啊 家具啊 也看木头 我们这边没有暖气 要看木头 每一个秋天 必须要看木头 再能烧火啊 可能有一些人觉得 这个生活方式 很简单 很辛苦 但是我就非常喜欢 越简单越好 一个修行人 他需要这个简单的生活 枯练 我用心做一个事 什么困难都没有 我走越远 哎呀 越难 这个修行的过程 就是这样子的 刚开始 这个第一步 可能是很简单 我就学点这个道教的理论 但是开始 联工 或者修道 就是每一步走 往前走 就是越来越难 我们这个德国拿木当道员 肯定是有一些困难 在德国很少有人 有这个做功德的习惯 到这边来的人 也是偶尔做一些功德 我翻译的书 谁要来 谁要拿 都可以拿走 想给一点功德也可以 不想给也可以 都好 两个月前 风大 旁边的书到了 然后 这个大书 三十米高的大书 它到了 应该是把这个楼 披了一半 但是 这么 这么粗的一棵树 就到了 我们天天 送这个镜的地方 就是在旁边 书到了 停了 它没有把墙弄坏了 没有把那个楼顶弄坏了 我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 我就觉得 这个祖师爷真的是保护我们的 我们在这儿送经 我们有信仰人在这儿 修道 有信仰的 新道的人在这儿 修道 祖师爷保护 德国道教学会成立了之后 我们这个会员很少 现在人多了 每一个人每一年有赚一点钱 就是这个 会员费 因为这个 印书啊 这个 租这个房子 装修啊 这个都有成本 德国人很少有这个习惯 做一些功德 有一些人他们去过中国 或者去过什么庙啊 佛教寺或什么的 在 在 庆祝教啊 教堂啊 他们也偶尔 就是做一些功德 所以 刚开始 这个功德的事啊 很少有人 赚钱 做一些功德 我翻译的书 有人来 在这儿都可以免费呢 轰道 我一个人 在这儿修道也可以 有一句话 有功夫 自然有人 有人来 我也天天练 天天有 练功夫啊 天天送经 然后 第一年 很少有人过来 然后我们也是在 我们那个网站 发了一下新闻啊 发了一下这个 道教的理论 大家都能看 然后慢慢有人了解一下 慢慢有人 过来 想多学点 这个道教文化 现在我们有 几十个会员 现在我们 会员 慢慢多一点 然后我们将来 多做一些活动 都做一些这个 这个武当功夫表演 让大家都知道 哎呀 德国有一个道馆 德国有一个德国 男武当道员 德国有一个道士 可以传道 哎呀 可以叫功夫 你就输你自己的心 你将来会有影响 你家人 你 性格又边缘 边 温柔一下 你的性格又边好 你做一个好人 他们就自己看到 哎 这个人 这么又有变化呢 你过了一段时间 你家人也看到 他们会问 你为什么 突然型格怎么那么好啊 突然你这个 呃 皮肤变红了 哎呀 感觉很光光的啊 有感觉啊 那你可以说 哎呀 我修道了 我是练功夫啊 我是练太极啊 养生功啊 哎 他们要有本 哎呀 能不能叫我们 我们也想健康一点啊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这个一步 你就开始 印象别人 从你自己修心的时候 你修好性格 你修好这个人道 很自然会影响别人 你先有可能是 第一步就是 你影响你家里人 或者你同时同学啊 然后 第二步呢 你影响他们 就是在旁边的人啊 天天看到那些人 出去地面 走路啊 也有人去问啊 哎呀 你什么人啊 哎呀 他们会看到你 有什么感觉啊 感觉特别轻啊 走路也很轻啊 轻松啊 说话非常温柔啊 你也会影响 其他人 他根本没有见到你 他根本没有见到你 见到过 第一次见到 你就会影响他 然后你从你自己修心 你的小的世界啊 就是影响你家人 影响你朋友们 学生啊 同学同师 然后全国啊 哎呀 这个是一个一步一步的过程啊 这个德国很多人就是新耶稣啊 天主教 我们也经常去一些活动 宗教学会 欢迎我们 邀请我们 就是参加活动 加入他们的学会 我经常去跟他们讲 这个道教啊 我也是代表这个德国道教学会 代表这个武当派 男武当道员 然后我们也讨论一下 有什么不同的 有什么 就是这个理论是一样的 我给你们打一个比方啊 这个耶稣啊 耶稣他也是在我眼里面 一个修道者啊 文化不同 这个语言不同 但是这个修道 修心的 修当的这个过程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中文这个道 我们用这个道字 是因为要过通 别的地方叫它 韦 英语叫韦 或者德文叫韦 这个都是这个道啊 但是语言不同 文化不同 线啊 这个耶稣也是一个线 这个 这个 他用他们那边的语言 这个 当时 这个文化也不是现在的 当时 他用他们的语言 他们的这个 当年能理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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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语言 这个理论 他就 穿他的这个功法 他 这个耶稣啊 他也带了一些 这个 徒弟们 他们跟着他 后来他们都 自己有自己的学生 自己有门派啊 就是这个是跟道家 没有什么大区别的啊 他们也为了 世界的平衡 他们也为了 每一个人的养生 每一个人的修心 语言不同 这个理论不同 但是这个目的都是一样的 我们去教堂 跟那些 那些人都沟通 都是非常好 我这一辈子 非常荣幸 我遇到我的师父 这个 是缘分 我也给他们 机会 可以过来 可以学点这个道教文化 可以听到 可以知道 要修到 就误到 这个是一个过程 你要这个缘分 这辈子能听到 那你这辈子 也能舞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